今天12时10分 力舰一号洋二运载火箭在我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采取一件26星方式将搭载的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该批卫星主要用于技术验证试验和商业摇杆信息服务 此次任务是力舰一号运载火箭第二次飞行